过来过来跟叔叔阿姨报备一下 朋友们好我是文学 今天一大早收到了这个信息 我给大家前置看一下 这条短信的含金量就比较重了 我们张雨晨正式通过了3万幼儿园的录取通知了 昨天就收到这条短信了 然后今天一早接到学校老师的电话 让我下午带着张雨晨过去报名 然后就是说报名啊 就是跟我说的就是 某某某家长 然后你的小朋友要不要在这里就读 如果不读的话 我们就要把名额给他让出去了 我一听那怎么得了啊 赶紧去报名 直接准备好钞票去报名就得行了 所以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给张雨晨把这个小学学位给他站着 然后就是花啦啦的钱又往外流了啊 走了走了我们去报名去了 现在这些小朋友上学这么贵 今天一去动不动就是你知道多少钱吗 知道吗 不知道 3万多块钱 3万啊 还只是你的31780 31780 这还只是你的学费 到时候还要交其他的费用 你要好好地读书知不知道 走 今天这个天气雨大大的 走走走下车我们到了 张雨晨 你报个名我莫名其妙有点紧张 里面不让拍视频 然后大概待了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现在他的名已经是报好了 与其说报名其实就是过来交钱的啊 朋友们 就是3万多块钱已经缴进去了 然后具体的报名时间 所以今天他的班级和老师都要到时候等学校通知 你报个名我都紧张死了 我在那个大厅里面说实话还蛮紧张 朋友们 也不能录像不能拍照 然后说话这些都还挺谨慎的 我连他们的学校都没有进去 我还以为可以进去看看 结果就只在接待中心待了那么半个小时啊 现在就是我书都看完了 现在反正名也报了 妈妈钱也给你交了 你就要好好的认真的上学了啊 现在小朋友上学确实没有像我们以前那么容易 你先接一个月 等你9月份的时候你就是小学了 好了我们拜拜了回家了